旁邊四處 船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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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在三年前開始來做這個茶山寮寮的品牌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拼林 来到茶山来跟山水聊聊 跟自己聊一聊 然后跟你的生活 然后你的感受来聊一聊 我们在规划茶山聊聊活动当中 得到最大的一个回馈 大家对于这个活动都是充满期待 因为这个活动太好玩了 而且也太清新了 它跟一般的活动不一样 那我觉得透过设计包装之后 它会产生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价值感 那不一样的价值感是除了对地方以外 那么对自己的期待也会不一样 然后慢慢的也吸引到 有一些茶亲回来了 或者是说有一些青年他返乡了 他想要留在这里继续发展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茶山聊聊可以做一些尝试 然后发生 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中介作用 让我回来后 在品牌的生根上面多了很多主力 那其实对于茶亲而言 以自己的观点去传达 然后让顾客可以被吸引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认识他自己的途径 甚至是变成累积自信 然后让他可以在茶产业继续生根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对我来说 今年茶山聊聊一个串茶路的概念 把消费者倒到山上来 那他看到我们在做包装茶的时候 他说他很像沐浴在茶香里面 就像我们到大自然的回报 沐浴在那个芬朵镜里面的感受是一样 那可以让他们把包装茶的香气 印在他们脑海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那我觉得会希望更多更好的团队一起进来 我们希望的团队不是只有在平宁的团队 所以我会希望任何支持我们茶山聊聊 或者是肯定或认同这个活动的人 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希望这个有机体可以越滚越好 越来越大 也许它终究可以长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